五花肉块 排骨块焯水后捞出 再用剩下的肉汤炖煮文革 文革的鲜美滋味融入肉汤中 形成了鲜香浓郁的高汤 下部咱就炒制刚才那个五花肉 咱们这样炒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它拖一下纸 吃起来不油腻 炒糖色 来点白糖 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外皮 有一点点焦脆 放姜片 八角 去点腥 是吧 高汤进去之后 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经过炒糖色和炖煮的五花肉 少了很多油腻感 五花肉块色泽焦黄 味道浓郁 肉香四溢 张大哥说 五花肉块要想跟塔木鱼相遇 还需要进行捆扎 看着到头了吗 绑一下 一是固形 二是那个 它要把这个稻香味蒸制出来 融入汤里面有一个复合的味道 过来以后 转一圈 转一圈 一剂 一剂 一副原汤 蒸半小时 用稻草捆扎五花肉块 再放到蒸笼里蒸制 稻草可以再一次减少五花肉块的油腻感 蒸制可以赋予五花肉块绵软的口感 塔木鱼肉泥与五花肉泥 八爪鱼丁 马蹄丁等食材混合 挤成丸子下锅煎制 一切准备就绪 那道鲜香肉香十足的加炖塔木鱼 就要露出真容了 再把鱼给炖了 再放点辣椒 加点蚝油 蚝油 皮鲜 放点生抽 高汤 塔木鱼 一次放点那样 这个得炖多久呢 半小时左右吧 半小时 鱼跟排骨一起下 也是让这个鱼里面融入一些猪排骨的香味 现在蒸制好的肉 加一些 一次排好 将八角 葱 姜 蒜 辣椒 下锅爆香 用生抽 蚝油提味 倒入高汤 这时加入煎好的塔木鱼块 超过水的排骨块 蒸好的五花肉块 一起炖煮 在炖煮的时间里 张大哥还要再准备一种鲜味 他和这锅鲜香肉香爆棚的美食 如何结合呢 我们的肉 方方正正 这边八块排骨 这叫四平八围 中秋 这个丸子是圆的 就是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 咱们这么一条大鱼 这也预计着年年有余 太好了 那再给你装饰一下 取海鲜籽 掰开以后 就是我们要再加拿来 哦 似乎 这么多的 再给你装饰一下 那个 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